魯山道他要講的話是 看不起他不想相信 反正他要用發意來建立 所以他不建就要相信 各位聽聽新聞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很開心 我代表有30人在這裡 平衆部 就是我的台語到現在 講到你們了 是怎樣呢 我的學校六三寫意 我的農總有十幾組 都不一樣的語言 語言怎麼說 無語言 所以我在學校 只講一個華語而已 有很多機會 學台語 今天 我可以說是 我講台語很長的 一百 各位 你這次聽得懂聽得懂 聽得懂聽我的台語 聽得懂 聽得懂 如果有機會到 我們這個台語教會 來募會的話 我相信可以在一年內 可以用台語講大 所以希望有機會到這邊來募會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信息 跟我們大家的信仰 非常有關的 就是看不見 卻要相信 在經文裡面給我們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麼在西國來書 剛才我們跟我們經文 十一章一到七節 實際上是要到還要到後面 我只有到七節而已 在這段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這邊有一個字就是要相信 相信 相信 有關相信這個字 在我們聖經裡面 一共出現有七百六十二次 那聖經講到這個信 說的最徹底 就是我們剛才所読的這段經文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我們這個 聖經裡面的西國來書 十一章一節 就很清楚講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經節就是我們 也是作為我們的經紀的一個經文 就是信 就是所盼望之事的實體 是未見之事的確定 在新一本裡面 還這樣說到 信是對所盼望的事有把握 對不能看見的事能夠肯定 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然後在要分享這個信息以前 我想來做一個測試 然後請各位弟兄姐妹 你們看一看 我手上有沒有看到有一支筆 這很清楚有看到 有一支筆 為什麼你們會看到 因為我手上你們可以看到 我說我有手上一支筆 你們覺得也相信對不對 你們一定相信 因為你們確實看到了 我手上確實有這一支筆 那現在我又要告訴你們 我說我手中有握五十元硬幣 你們相信嗎 不相信 那可能有人相信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看不到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確定 到底我手上到底有沒有五十元硬幣 因為我們只能說看不到 只能用猜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去思考個問題 就是說看得見還有這個看不見 那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這個看不見卻要相信 你要相當有把握 一定要知道說 我剛剛有沒有偷偷的拿背 你看到了 你才會有把握說 有這樣子吧 所以我們說 這個我手上是不是有這個硬幣 我們只能用猜的 但是我們對那個看不見的上帝 我們絕對不能用猜的 對他的信 信任也必須要絕對的相信 要絕對的肯定 那麼這樣的概念 就是今天經文要告訴我們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所以聖經講到說 信是對所胖胖胖的事情要有保護 對看不見的事情要能肯定 所以為了要讓大家明白這聖經裡面的意思 我再用一個比喻來說明這個故事 我們來看看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是我們大家 目前也可以說這個好像是 綁海也是站前面幾名的 就是所謂的這個地瓜葉 這個地瓜葉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上面有一個這個地瓜葉 我相信我們大家也知道 這個地瓜葉長出來是因為地底下有什麼 寒基地瓜是不是寒基 好 第二個 所以我們很清楚可以知道 我們地底下有一個寒基 這個乾薯埋在地上我們看得到還是看不到 看不到 好 我只是秀給你們看 確實看不到 為什麼看不到 因為它是隱藏在地裡面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說 我們看不到這個地瓜 並不代表它不存在 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 我們看不到我們所信的這個上帝 並不代表這個上帝不存在 我們看不到這個上帝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是靈 而我們不能看到靈 今天很多人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就是因為人的眼睛沒有辦法看到神 所以他就不相信我們所信的這個上帝 所以他就會去塑造很多的偶像 因為他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我們所信的這上帝 是眼睛看不到的 所以凡是人的眼睛所看不到的東西 並不代表它不存在 我們再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呼吸的氧氣 你能看得到嗎 這個氧氣看得到了 也看不到 那麼你看不到這個氧氣 是不是就代表這個氧氣就沒有 並不是對不對 並不是它還是存在的 所以聖經裡面講得很清楚 這個我沒有把它放在這個報告裡面 我來念這段紀錄 在羅馬書一章二十一節說 自從照天地以來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看不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教人無可退位 聖經裡面就很清楚有這樣的表達 我們可以藉著上帝所創造的這個世界大力 讓我們知道神的存在 各位兄姐妹 神在我們信仰生活裡面 給我們很多的啟示 是我們心裡面是沒有辦法明白的 若眼也沒有辦法去看見 新王來書作者就告訴我們說 信是對所盼望的事又有把握 對它看不見的事情要很肯定 這樣的信念 的確在我們的信仰生活裡面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新王來書他在十一章這裡面 他就堆擠了很多所謂的信仰前輩 他們的默契 對神的那種信心 來告訴我們有關這個信心的重要性 你們有提到亞伯拉罕陰則信 還有羅雅陰則信 一個瘋子就是羅雅 他把這個船造在這個山頂上 比如說他崩了 可是他相信上帝的話 把羅雅造在山頂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聖經裡面有很多信仰的前輩 就是要告訴我們 這些信仰前輩他們活在這世上 跟神之間那種維繫那種關係 就是建立在詳細 所以他們對神的運許 從來不懷疑 所以他們才能夠贏得上帝的稱須 所以各位兄姐妹 我們的信心是否也是這樣 我們從今天的希伯拉署訊息裡面 然後我們重新來檢視 那種所謂的抗物件 卻要相信這樣的一個真理 第一個我要跟大家分享 相信你所接受的 我們先看這段經文 這段經文大家都很熟 就是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 然後這一段經文 曾經我們有一位太陽族的人 他被聖禮充滿 他就用唱的唱出來 這個我會唱 我可不可以唱一句給你們聽 好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 自己的人 他不接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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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接待他的人 就是尋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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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接待 我们常常会接待 我们的朋友到我们家来 昨天晚上 教会也接待我 住在七楼 接待因为你认识这个人 认识我是从玉山神学院来的 不是杂变其他人 所以接待我 接待就是接受彼此 相信你所接受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用一个比喻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比喻就是说 我们知道牧师们在证婚的时候 在桥段在中间里面会有 新娘跟新娘有什么 护正戒指 护正戒指 是什么意思 你孩子最喜欢有戒指 对不对 护正这个戒指 是把这个人套住 是这样的意思吗 就是说你已经就是我了 你跑不掉了 你被我控制了 以后就是听我的 感谢你 不是 那什么意思 我们赠送 赠送这个彼此 赠送这个戒指 最大的意涵就是什么 代表双方彼此接受 怎么样接受 就是在众人面前告白 我接受的对方 是上帝所祝福的 这绝对不是在乎于这个戒指的价值是多少 或是几克拉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还没有结婚的 在座的弟兄姐妹 在乎于这个戒指的实验 不要期待 对方会送你几克拉架 因为意义不在 那个价值是多少 那我再用一个故事来说明 所谓的相信你所接受的 这个图案里面 我们很清楚看到 也就是说 有一个人他很喜欢表演 这一次他特别挑战 这个尼加加拉架布的一个特技 在那边架了一个 这样一个要横跨尼加拉架布 这样的一个特技 有一次他在表演之前 很多人在那边看 然后就对一个年少年人说 他就跟他讲说 你敢相信我可以对这边 大王他可以怎么讲 够这边 你到这边 他说你敢相信 这个少年说 我当然相信 因为你是表演的这个特技的人 你竟然敢这样做 我当然相信 好 你相信 他表演就说 那我说我现在想要 背一个少年人 那个少年人 在座的前面 你几年纪 五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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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少年人 应该他背得动你 他说他要背这样的一个小孩子过去 他说你相不相信 我可以从这里到那边把你背过去 他说我相信 我还是相信 好 好 这个 那改静就说 今天 也不知道怎么看怎么看 就只有你这个少年人 这样 你可不可以让我来背你过去 哦 这个少年人 听到这个表演者说 要背他过去 他刚刚说什么 他相信 但是要背他的时候 他现在不相信 我还不相信 他马上怎么样 他马上就跑掉了 他说不要不要不要 你还是请找别人吧 这样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少年人 确实是相信 这个特技可以把这个 他讲的时候背过去 他相信 但是真的要背他的时候 他就退缩了 所以贵中姐妹 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相信这位上帝 但是当你真正面临困难的时候 上帝在考验你的时候 你那时候就忌绝挑战 忌绝接受上帝的考验 我们常常就会没有什么退缩 为什么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 是不是跟我们 真正的已经得救有关呢 怎么说呢 我们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说 罗马书九章十节说 你若和你认耶稣为主 阿贝奇念爱 心里相信神 叫祂从此里复活 就可以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我相信这段经文 大家都非常熟悉 我们也常常用这段经文 来去传福音说 你这样你心里相信 你心里相信 你就可以得救喔 这样 我们很熟 我们非常熟悉 那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 这段经文说 得救不只是你心里相信 口里的口怀 还有我们常常忽略的一点就是什么 好像我们所认知的 只有到这边 还更重要就是 我们相信之后的什么 行为上的表现 就好比刚才这个故事 这个小朋友 他确实相信了这位讨厌者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用具体的行动 来证明他所相信的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 现在我要讲另外一个反的方向 你们要注意点 就是说刚才这个故事 如果说我反过来讲 后来有一位小朋友 愿意让那位表演者被呼吸 他说我愿意 不是刚才那一位 是另外一位 你知道他为什么愿意 知道的 可以告诉我答案 在下面大声再讲 为什么另外一个小朋友 他愿意啊 想他心里 想他心里 对不对 因为那个表演者是他的老辈 是他的爸爸这样 所以他同意 是因为他相信他的父亲 他知道他的爸爸 他爸爸曾经背过他 他当然不怕 所以同样的 我们对上帝的信赖 因为我们知道 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父上帝 我们认识这个上帝 你们认识还是不认识 认识还是不认识 我看好像不太认识他 因为你们太小声了 认识还是不认识 认识 所以我们认识这个上帝 所以我们就可以接受他 你们说是还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把 我们可以把大胆 我们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仰望交通给他 问题是你怎么确定 你所相信这位上帝 你如何真正确定 你真正认识了这位上帝 我们看这个 哥布林多后书 五章十七节怎么说 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圣主 来 若有人不认识 他就是新造人 就是因果 我变成新人 这一节经文 你们到底有没有放在心里面 这个经文 和基督告诉我们 人只有在基督里面 过得胜的生活 常常跟主有连结的关系 有必切的连结 我们才能够真正相信 你所接受的这位基督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 在基督里面 过什么 得胜的生活 否则呢 我们遇到问题 我们对神的求靠 就产生 常常就容易产生的心虚 我们想看看 我们有的时候 常常会得罪神 得罪人 常常在犯罪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那时候会相信神会帮你吗 你也不会相信 因为你说我得罪你在中 我想你也大概不会帮助我了 所以我们相信上帝 重要的是 我们要在基督里面 过得胜的生活 当我们遇到一些 试探失恋的时候 神在那个当中 就会帮助我们了 第二个 相信你所交托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不只相信 刚才讲到的 说你所接受的 你要相信你所交托的事情 我家花蓮隔壁 我住的地方 刚好有一位 花蓮 就是台东华大学的一位教授 那有一次呢 她说她的这个子女 在下午的时候 会来到她家 那因为她说 我下午有课 在东华大学有课 那么我家里 我现在这边有一把钥匙 这个麻烦你把这个钥匙 这个钥匙是教会的 就是这个钥匙 但是她很多啦 一把把这样 就交给我这样 各位兄姐妹 为什么她很放心的 把那么多把的钥匙 她交给我 她不是只有戳那个大门 她一把这样 哇 我就心想了 哇 这个给我那么多钥匙 那么我就很可以很轻易打开 你的房子照来多看你里面 到底有什么 黄金 乳香 木药 看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呢 可是你说我会不会这样做 她相信我 她知道我有别人 她不会这样 所以我们说 我们这个很放心的 把事情交托给她 就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上帝 所以我们说交托也是一种 信心的具体表现 我们看这段经文就知道了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 主耶稣这里说 凡老土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了安息 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牧师也常常会用这段经文 给大家来分享 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说 把心理的重担交托给你所说 相信所接受的这位上帝 但是许多基督徒却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他相信神 接受他的救恩 就把这些很多的事情交托给他 但是有一些朋友 或是有一些弟兄姐妹 仍然不肯把他的事情 交托给上帝 就算他信了 还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心胸敞开来 让交托给这位神 为什么 可能会有自己两层障碍 就说他们认为说 要相信这位上帝呢 我要先你好解基督教的信仰内容 我要知道这个基督教在讲什么 我到底有写什么 跟我的这个想法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才交托给他 为什么有人会这样想 是这样吗 我们要了解了基督教的整个信仰内容 我们才能够交托给神吗 我们想看看 我们人在饥饿的时候 有谁先了解这个饭菜 它这个营养的成分 以后 你了解以后 你才来说去吃饭 我想我们大部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虽然有很些不肖的商人 会放一些防腐剂 但是最起码我们一定不会说 口渴了 我先研究一下这个水 到底能不能解渴 可以我才能喝 我们又不是科学家 所以同样的基督教信仰 又很多是奥密难解的记载 很多很多是 我们还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 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完全明白 所以我们要完全了解以后 才相信他 才接受他 才教托给他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 可能恐怕到现在 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基督徒了 因此我们要先什么样 我们先要相信主 追求属于知识 应该是在接受在先 追求知识在后面 另外一个障碍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障碍 在这边提到是说 因为有少数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 影响了他的信心 我们知道在基督教会里面 我们非常多不同的人在这边 有男女 有不同的族群 还有不同的职业 各方人 人马 弟兄姐妹都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 会无意中 就会得罪某些人 甚至我们也会看到说 某某长老某某执事 他的表现怎么会是这样 所以我们常常就因为 有某些人你看到了 你就放弃了 所以我不要来这个教会 我要到别的教会 到别的那个 不是章老教会去啊 各位兄姐妹 如果因为你这样子 你就放弃了基督的救恩 这是很可惜的 因为你把你的信仰建构在人的身上 事实上信仰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事情 跟旁人是没有关系的 虽然会影响 但是得救这件事情 是跟某某人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看这个经文怎么说 罗马书10章17节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听这个道理 对基督爱的语 所以和别人是不是有好的见证 绝对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认知 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到相信 才能够相交通 所以保罗他就懂这个道理 保罗在2章17节就这样教导 他说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理会神属灵的事 凡导以为余着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 你必须要用属灵的眼光 才能够领悟上帝 如同保罗一样用属灵的眼光 所以他非常肯定地说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的 直到那日 直到那日 这句话请你们先放在信里面 是我第三段要跟大家分享 相信你所盼望的 相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 就是盼望 在这里所说的盼望 并不是说相信我已经得着了 不是说你相信你得到了 或是我能够得着 或是我将来能够得着 在这里面所讲的盼望 还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这个盼望不是指说我希望我将来 我可以买很多的 买房子啊 可以越买越大 或是我可以买什么什么东西 这样的一个期待 这个盼望到底在说什么呢 在这边讲 九十七柏来书十一章 十六节很清楚告诉我们的 它说他们所渴慕的是 那在天上更美的家乡 所以上帝并不因为他们称他为上帝 而且的耻辱 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耶稣在作难定时驾复活 然后圣天告诉我们 我上去乃是为我们要预备这个地方 所以耶稣已经到国土里面 为我们预备更美好的家乡在等着我们 这是上帝给相信的人一个最大的什么 保证 这个保证在耶和福音十四章第二节里面 也清楚这样的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来送走这段新闻 在我父家有许多住的地方 我去世为你们避免的地方 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说过这话 耶稣说得很清楚 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这样说话 所以我们的主不是说你必须相信你要得着 而是你必须相信你已经得着 海鲁亚各位这事先感谢上帝拍手 各位兄姐妹 你要相信你已经得着 不是说你将要得着 不是说你将要得着 而是你已经得着 我已经得着 这是神对我们所有的人做成的 是神赐给我们所有相信祂的人 也就是说上帝已经在天上 为我们预配更美好的家乡的人做 这是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重极目标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一个相信 所以我们活着就有胖胖 当一个人有胖胖的时候 那么他的生命就会活泼 各位兄姐妹 我们每次生日的时候 会有一个胖胖 希望你而生 是我们的礼物 今天你得到一个奖 你希望能够分享给别人你的喜悦 这个都是一个 期待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胖胖 各位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如果说我们都没有这么的胖胖 我们在生活里面 就好像是行尸丑洞一样 所以如果说当我们一个胖胖 这个胖胖绝对是胜过于我们世上所有的胖胖 就是神为我们预备天上的一个家 所以当我们人有这样的一个胖胖的时候 那么我们即便我们的房子还是一样那么小 即便我们去买乐球 我们没有中到大奖 即便我们的东西可能被人家剥夺了 各位兄姐妹 上帝献给我们在这边一个保证 神为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胖胖 所以各位兄姐妹 各位兄姐妹 你因着胖胖 你的生命就活泼 你因着性而活 把生命活好 就是最好的见证 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胖胖的信心 哪怕是我们遇到任何困难 任何的拦阻 我们才有足够的信心 来面对任何的一个考验 结论来讲 我们一三成学院 在当初设立的时候 就是面临许多信心上的考验 我们一开始都是用租借的方式 学校都用租借的 过去几年我们是定居不定书 甚至我们在经费上也是困难 入不付出 我们常常面临要停办的命令 然后我们所坚持的意向跟实力 就是今天庆文告诉我们 教导我们的 相信我们所接受的 相信神交通给我们御三成学院的 相信我们所胖胖 让我们才能够坚持到实力 所以目前 不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御三成学院 这些简单的历史 这是高精灵牧师 为了要 让我们不要再超流这项金武定所 所以就到这个礼玉坛里面 就买了这个地方 然后呢 一开始我们都没有钱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早期的人 就是凭所指足的靠自己的手来 在河床里面来建构我们的学校 当初早期的时候 我们的学校也是帽子 然后草屋这样的一个建筑 然后再来我们整个学校 慢慢建筑的时候 我们到御三成学院 刚才他们成长王说 他四十多年前 他有去过学校 我相信他可能还有印象 我们学校的这个囊土 这个都是石头 现在还存在 这个就是历史的见证 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 一个记号 一个象征记号 所以我们没有把它破坏掉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学校 我们没有这个像弟兄姐妹 教会要看我们弟兄姐妹 十一奉献 然后我们就可以建设什么 我们的奉献完全是来自地方教会 所以我们这个自己动手 每学期都有三天 老师也是这样 我们都会一起跟学生来动手 我们有七甲的地 还有我们还跟政府出界的这些地 来种植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才把那些种的东西 就是这个 我们最后才盖了这个教堂 还有这个女生宿舍 这个是我们的礼拜 早期的礼拜堂 现在变竹书馆了 那这个是我们知道 这个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 这个是我们培养我们传道人的 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非常好的地方 看起来有点像猪式 所以你们的小孩子 如果要送到这边买过 那时候我曾经学校 让我当祖母的 后来我去看了那个女生宿舍 随着一个暑假搬离 他们那个床 还用胶带 用铁架 然后上去 然后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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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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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在那边堂上哭了 后来马上请这个副院长跟院长的时候 你们来看 这个地方 如果是您的女儿 叫她来这边读 这样的一个地方 您 为什么都不愿意为他们来做 所以马上 我们就那天就到 就赶快去 去外面就 全部来把他换了 所以这个地方 虽然是这样 可是感谢上帝 最后变成五星级饭店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王团团都惊喜以后 然后双连教会 就多了八百万的经费 把它修建 就像下面这个 这个 可能有这一张 就是下面这个 就是更漂亮 所以感谢神 另外我们这个女生宿舍 这个有一个见证 就是当祖国长的时候 有位姐妹说 我要奉献给玉山神学院 她说我有个人说 可能最多一千万吧 后来一个月以后她打电话来 她说她在选择 看要奉献给哪一个教会 是一个母亲 她的医院 把这个钱 分散在她的四个女儿身上 然后她有一个女儿 就打电话跟我讲 我们决定奉献给你们 玉山神学院 因为她看了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玉神之音 所以我说 你要奉献多少 后来她告诉我说 要奉献给你们 两千一百万 后来她就告诉我们 其中五百万 你要给我来改善 你们的女生宿舍 所以我们女生宿舍 从旧的然后被改善以后 就是从右边这个地方了 还有这个餐厅 我们这个对照也是很破烂 后来这个宋前圣 博士牧师 她就向这个 纽约台湾基督教会 募款了三万美金 然后也改善了 我们目前的餐厅 各位姐妹 这个就是我们 一三十千的 整个历史的过程 让你们多多少少 透过这些几张相片 让你们来关心我们学校 那现在我们好不容易 已经建设了 所以综合到了 我们又把它拍下来 希望陈长老婆 我们今天四位 到四十年没有去 那边有地方可以住 希望有机会可以到我们那边 还有邀请各位弟兄姐妹 但是现在我们还差一亿 那这个一亿到底 我们先暂时跟银行再见 所以每个月 我们必须要付五十万的利息 所以希望对我们预算之间 这种庞大的进队 我们的需求求上帝来感动 更多能够奉献的人 今天信息跟大家分享到这个 我们一起地图堂堂 爱我们的主上帝 感谢你的恩典 通过今天早上的经文 再一次教导我们 有关信心的功课 若主若我们心中 仍然有许多的软弱跟余虑 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建立 再建立一个健全的信心 好让我们能够荣耀上主的名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弥 阿弥 愿